你知道吗 现在网路上最热门的铁路环岛旅行 是由两个七年级的设计系学生 他们所发起的 想报名参加他们的团 还得要抽签呢 这两个年轻人 是用大富翁游戏的规则 只骰子决定要在哪一个车站下车 这种处处充满惊喜的旅游方式 让团员们都说真的太过瘾了 想跟这两个七年级年轻人 一起旅行请排队抽签 然后有时候报名人数很多 我们就让他用抽签 让每一班聚在一起的人 其实都是因为 真的是命运缘分 然后我们才会变成一班 七年五班的柚子和猪 两个大学同班同学 修的都是视觉设计 设计系的学生 到底带大家怎么玩 让小旅行成为网路上 最热门的讨论话题呢 这两个玩卡让你到彰化收割稻田 到台南采收水饰 到万金感受教堂静密 或到蓝宇见证海上月初 而交通工具就是火车和两条腿 行李是一个背包 旅行的起点都是台北火车站 以30个人为一个梯次 分为五个小组 每个小组都会分配一个随行摄影师 至于每一组沿途要在哪一站下车 靠的是骰子和运气 火车大富翁出发 5 6 12 就是从你出发那一站 然后开始往下 就是一般大富翁的玩法 就前进几步这样子 每天早上就是起床 然后出发 解散 以小组为单位行动 那晚上的时候 可能7点或8点 约定好时间 那你吃饱之后再回来记合 那晚上的活动 就是分享你们 今天这个小组遇见的人事物 还有你的感受 旅行其实都在同一条路线上 只是到底是跟谁一起出发 然后因为我们的人 其实都是从网路上 大家原本不认识的人 因为后来在旅行中 可能因为同一面风景 然后感同身受 然后遇到同一个 可能问了遇到同一个阿嬷 然后她给我们的一些感受 或者是发生了一些小事情 然后一起去把它完成 然后大家可以从网路上的虚拟 然后来到了真实世界 然后变成好朋友 骰子直出几点就得走几站 这种铁道大富翁的旅行方式 是柚子和猪的大学毕业作品 毕业后两人各有工作 心里却一直垫着这种创意旅行 其实这是我们大学的时候 毕业制作做的一个计划 旅行计划 然后那时候毕业之后就想说 要把它结束了 就一直把这件事情放在行李 就觉得好像如果有一天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可以在网路上号召 然后找大家一起背包上街 然后走一次台湾 那时候想过这种以后 会不会有什么参与 没有想那么一点 就只是觉得好玩 然后还想要继续玩 然后一直在想要怎么继续玩 就这样 很简单 于是从去年暑假开始 两个人就透过脸书号召 筹办铁道大富翁旅行 一只手机 一台笔电 透过网路找来的合作伙伴 以及源源不绝的活力 就是全部的创业工具 现在很方便 就是其实有手机就有网路 然后有网路就 可以把你现在的事情 然后丢到网路上 然后就很多人看得见 网路宣传其实是最 应该是说我们最擅长的吧 而且是成本最低的 对啊 所以就以粉丝团的方式 去做正式的号召 正常来说应该是要 一边用 边割然后边弄 对 所以第一天其实早上有点乱 就是这样的人数刚好 刚好我觉得差不多最多 不要超过十二个 十四个就是极限 就太多了 一开始家人也会担心 放着好好的设计师不做 跑去带头玩旅行游戏 但是第一次办旅行 就办出名气 接下来要报名参加的 还得靠抽签 两人也发挥本业 设计各种旅行相关商品 所以这些商品都是你 东西来的设计 对 因为我们本身是设计系的学生 然后就希望可以做一些 可以陪伴旅行 或者是进入旅行的小东西 这个是我们自己做的 毛巾 大浴巾 大浴巾 对 还有毛巾 对啊 还有运动忙 就是你很热的时候 就可以挂在脖子上 对啊 全部都从旅行来发想 然后就做一些 我们自己想得到的东西 透过商品累积资金 同时也创造品牌的知名度 短短一年 柚子和猪迅速成为 新世代创意旅行的发起人 两个青年级后段班的男生女生 用最短的时间 最少的成本完成梦想 而且我们在出发前 就会跟大家说 这不是一个公主样子的形成 就是你必须要背着包包 然后走很多的路 然后要认识很多陌生人 所以要 可能心里要很多妥协 对啊 然后大家来的人 基本上就还蛮 应该在同 算是同一种 就蛮在同一个频率里的人 对啊 就是喜欢旅行的人 找找找 找同样频率的人 做同样喜欢的事情 也能成就一番事业 至于下一站去哪儿 只骰子吧 沿途的风光 如果都已经事先预知 那么旅行还有什么意义 获得大不玩不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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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